萧绍斌,抗日名将罗卓英接收南海诸岛记。 罗卓英先生,广东大部县虎辽宁下村人,出生于百侯仪阳平,保定军官学校毕业,他在滬东咸县,江西赏高,长沙会战,保卫武汉,应免等地英勇杀敌抗日知识以明文侠尔,他抗战胜利后回约主政时, 三进南海策划收复南海诸岛仪式却显归人知,这是他主政广东最有意义的一件事。 南沙群岛在郑河下西洋前,为我国统称齐周洋之一部,1931年前称团沙群岛。 1933年,法国人对西沙群岛怀有野心,曾召会我国驻法国大使馆,声称西沙群岛隶属安南金越南。 当时为法国殖民地,被我国政府严厉驳斥,法人自知离去,此事自行平息, 法人在向我交涉西沙群岛同时,出兵占领我南沙群岛,并向全世界宣布。 当时,法国报纸报道,在安南与菲律宾岛之间,有一群珊瑚岛, 幅沙暗交挫杂,航行者视为未途,未敢轻易接近,但该地也有草木繁夺之处, 广东一带的中国人,有居于该岛已从事渔业卫生者。 我国政府当时向法方提出严正抗议,并据法人自己的报道, 道上居民都是从事渔业的中国人,并非无人居住,依照国际惯例, 凡心发现岛屿,其居民属河国人,即可证明其主权属于河国, 南沙群岛隶属中国,不容置疑。 1939年春,日军在大举近战江西上高、高安等地, 望出扫除占领长沙障碍的同时,出兵侵占了我国西沙及南沙群岛和台湾, 驱逐了原驻岛法军,前辈法人占领, 同年4月将南沙群岛改名为新南沙群岛,同时将东沙、西沙一并化归台湾总督管辖,隶属高雄县。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抗战,终于使日军沉浮,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, 罗卓英先生因抗战输公正任广东省政府主席, 兼保安司令,罗上任一时,即受命前往南海珠岛,收归广东镇管辖。 罗卓英先生受命后,即召开专题会议, 研究接收南海珠岛设议,他亲自过问, 选派工作人员,拟定接收计划,指定省府三名高级官员负责监督实施, 省政府从有关各庭局抽调技术人员数十人, 又在海南岛崖县,及榆林等地争负渔民及时供近百人, 渔民经常进出诸岛,熟悉横岛,时供则在军舰上勒置地名石碑, 攻上岸后各岛立碑定名使用。 1945年11月5日, 接收人员由榆港城太平,中叶两舰出发, 中途遇大风暴, 而两次折返榆林,12月9日,再次启航, 经过三天三夜艰苦扛行, 12日晨六时抵达南沙群岛, 在当地居民欢呼声中登陆执行任务, 日军自行退出。 1945年收复太平岛的中国官兵, 其主导员称长岛,改为太平岛, 已是我海江太平之一, 在岛上立飞升旗, 有关人员留在诸岛上两月有余, 分别从事各岛之测量、调查、立碑等, 还采集栋、植物标本,满载而归。 罗卓英、浩慈离先生三进南海诸岛, 从史之中都十分关注, 经常垂寻、听取报告,提出意见, 果断决策,使之圆满完成, 为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完整, 提今后开发南海诸岛做出重大贡献。 台湾特指定一岛命名为南威岛, 以作罗卓英接收之纪念, 2016年1月28日, 马英九前往南沙太平岛, 在背前发表谈话, 阐述登岛目的, 严正说明太平岛是岛屿, 不是礁石, 完全符合海洋法公约岛屿定义, 徒为登岛后, 马英九到太平见到此纪念碑前访式。 马英九强调, 之所以要在任上最后一年登太平岛, 就是要凸显太平岛并不是岩礁, 而是一个岛屿。 太平岛, 中国位于南海上的固有领土, 行政设置隶属于海南省三沙市, 是位于南海南沙群岛北部中央正和群礁西围角的一个岛屿, 居南海西侧航道东边, 面积0.49平方公里, 是南沙群岛最大自然岛, 目前陆地面积仅次于人工所造的永属岛, 没几岛可主币岛, 目前由中国台湾实际控制, 由台湾省高雄市齐金区实际代委管辖, 与高雄港相距约1600公里。 2008年2月2日, 台湾时任领导人陈水扁登上太平岛, 2016年1月28日, 台湾时任领导人马英九登上太平岛并发表谈话指出, 从历史、地理及国际法的角度而言, 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聚, 属中国的固有领土及海聚, 中国享有的国际法上权利不容置疑。